这个就是小峰要给我介绍的女孩子 她说是她的好朋友 目前单身要给我认识 大家好 我是广西小友 回来好几天了 原来这几天 小峰一直打电话发信息 叫我去县城 她说要给我们介绍一个女孩 认识 我是她的朋友 目前单身 对方呢想认识我 二约要我要去县城去介绍 小峰说我姐今天 看到那个女孩很大 说挺满地的 我姐姐也觉得 也长得很错 小峰一直给我发信息 爸爸好说 小峰说如果我不去县城介绍的话 她会把那个女孩 带着我家里介绍她 哎呀 吃了就麻烦了 去面向我姐 反正我姐姐 借过这个女孩子 每次我姐回家 都会跟我结束 妈 肯定啊 我今天早上 听到小峰 在电话里面跟我说 她说你 小峰不是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吗 好 她说你借过自己的 是吧 对啊 长得怎么样了 漂亮啊 你漂亮啊 就是没有小型好看啊 没有小型好看啊 对啊 什么可能 小峰把那个照片给我看 你漂亮了 我说没有小型好看 我就是没有小型好看 哦 薄了 嗯 来找 就是说小峰 叫我先家 晚上就去结成 跟那个女孩 你去里面 你不要不要去 她说 如果我不去的话 她说明天 就把那个女孩 带到我家里面啊 反正 有点就告诉你 奉励你 不要去 不要去啊 真的啊 我去你不要去 那小峰说的 也有道理啊 那也 是吧 因为 之前不是小型 她记得 叫我女朋友吗 对不对 记得了 那是你还没说到 人家 吐着要求 肯定记得你啊 嗯 你也让我强的 那是小峰说的 她说 短期这边不靠谱嘛 她叫我 不让她去 找小型了 我就 我就犹豫啊 什么都靠谱不靠谱 要给你贴到 这个贴不一样 小峰不靠谱啊 要贴到贴族 也给你贴到 她说 她说 追女朋友 妈 你要那么长时间 如果人家 真的 你这个女朋友 找在做 她说 她追的 她追的不是找了一个女朋友吗 对啊 她说 这条一样 这事情不到 这可以切手了 那我再接跟她去 让她觉得 没手都没切到 每个人 跟每个人的 讲法都不一样 知道吗 但小峰说的 要有道理 她说的 要有道理 她说 她跟我说 比较高贴一点 屁道理 她有道理可以呢 了解啥了解 有多了解啊 那不行 你把这 把这我 就送信你 不要杀 冲冲给你 因为你那么喜欢小吃 你需要一心 你得是对的 我肯定喜欢小吃 为什么就 那你就做好了啊 那你看到谁的时候 人家讲话还很好说话吧 不还好说话啊 很好说话啊 然后说话 那我今天晚上就去 摄影一下吧 我呢 姐姐呢 不操作你感情的症 但是 我还是要说嘴 奉劝你一句 不要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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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嗯 我现在把这些鱼 把它给剥了 然后等下吃过晚饭 去蟹城一趟 小红一直叫我去蟹城 那不去的话 肯定会给我淡了麻烦 那我还是去吧 这个头发也不长 如果长的话 我要去汤里去剪头发 但是去蟹城 有其他事情 反正你们也知道的 是吧 小红不是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子 进食吗 唉 如果我不去的话 他说明天 就带来我家里面了 所以的话我还是去吧 去了看看是什么情况 反正我也想好了 就当作是普通朋友嘛 是不是 反正 见面也没什么的 是不是 当然了 小红也是为了我好 他不是一直关心我找不到女朋友吗 就是想给我介绍一个 可能靠谱一点 因为毕竟那么长时间来我都没找到女朋友 但是小红 一下子就找到女朋友了 真是惭愧 所以话小红他自己找到女朋友了 他也想帮一下我 也想给我介绍一个 他也知道我 是吧 发生是那么久了 去了那么多次 都没有带女朋友回来 小红姐挺关心我的 有这样的好朋友 真的挺不错的 好看 好看 好看